LISTEN UP!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 《我愛偶像創作者分享會》 我是今天的特別主持人 黃氏兄弟的瑋瑋 相信現在社群網路的崛起 有非常非常多的網路創作者 都誕生了對不對 相信心目中呢 你們的心目中一定都有自己喜愛 一起追隨的網路創作者 同樣呢 身為創作者的我呢 也致力於在各種不同的平台上面努力 那我們今天 音樂創作者分享會 就邀請到了三位優秀的創作者 要來不偿失的分享他們的創作經驗 那我們首位大來賓呢 他不論擔任過樂評人 部落客還是YouTuber 都相當的出色 而且他還在最近跨足了創作歌手這個領域 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歡迎我們首位大來賓 米露出場 歡迎米露 哈囉 大家好 人超多的耶 真的 現場有沒有爆米花 爆米花在哪裡 好 今天真的非常的冷 其實我跟米露前天我們才在 我們公司的創作者年會見過面 當時我就有跟你聊到說今天的活動 那現在你看到現場這麼多的人 你時刻的心情怎麼樣 怕大家覺得冷 希望大家可以暖一點 那嗨起來的時候 暖暖自己的身體 對不對 暖男暖男 那麼我們也先恭喜米露 你在2020年呢 你的YouTube頻道突破了10萬訂閱 對 10萬了 終於 哇 再來點掌聲 好棒 然後呢 你也在突破10萬訂閱這個契機之下 就是發行了你的首張創作單曲 別再說 沒錯 我在去年底的時候呢 發行我的第一首創作單曲叫做別再說 然後作詞作曲都是我自己完成的 哇 那因為米露呢 你擔任樂評人的時候 其實訪問過很多的大明星 對啊 那自己變成了創作歌手 在作詞啊作曲啊 拍攝MV進錄音室 有沒有什麼樣特別的經驗 可以跟我們大家說說 完全不同的體驗耶 就是突然會覺得說 我以前真的對不起大家 為什麼對不起大家 為什麼 對大家很苛刻有沒有 你說在評論他們的樂趣的時候 真的是角度不一樣 當然看別人作品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想法 但是自己在執行的時候呢 真的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要把腦奈的想法實現的時候呢 就會遇到比較多比較難的地方 但最後還是靠著團隊的大家的幫忙 就是把它完成出來 了解 大家有聽過這首歌了嗎 有喔 有喔 那這首歌其實呢 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曲風 對 然後並且呢 我是覺得在歌詞裡面 很吸引我的一點 所以你的歌詞有包含了 中文 英文 跟韓文 對 那你在創作這個作詞的時候 你的創作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我其實最大的一個想法就是 我要讓他跟我的生活裡面 我自己本人的行為是一致的 你要符合自己 因為我就在韓國待了一年嘛 所以我在寫歌的時候 我就會希望 它有一點韓國的元素 然後有一些話 我會覺得說用韓文把它唸出來 比較有感覺 比方說有一句叫 就是瘋了 但如果我用中文唱 瘋了就好像不太順的那感覺 語言不一樣 可是它會帶出那個情緒 對 了解 那其實在這一次的MV當中 我有看到貫穿整部MV的三種色彩 白色 藍色 跟紅色 對 那你在拍攝MV的時候 這三種顏色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紅色是被對方給 被上一段感情控制的過程 藍色是自己的想法 然後最後白色就是好像綜合掉了 然後自由的感覺 就是我身上的這一套 就是MV裡面的服裝 對 就代表說一個解放的感覺 找到自己的 其實MV當中有很多 就是看得出來很揪心的元素 在裡面 沒有錯 那麼呢 米露今天 我們是有準備了 要給大家的一首歌曲 不是嗎 是嗎 是喔 今天 該不會是你的首場公開演唱 別再說 這首歌 我認真想 真的沒有想到有今天 沒有想到這一天那麼快就 就到來 你看發了歌 然後那麼快就有機會公開演唱 所以很謝謝我愛偶像 跟所有今天來現場的朋友 這是我第一次 在公開演唱這首歌給大家聽 謝謝去年你們陪著我 那我現在做了什麼事情 我都覺得 不管我在做什麼 後面都有一群人在支持著我 一直往前進 這是我最謝謝大家的地方 所以希望我的成長也就是你們成長 好 那我們呢 要匯集大家現場的尖叫聲 跟掌聲 我們要來讓米露 Live這首 別再說了 大家尖叫聲 對 你好嗎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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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Let's go 為什麼習慣了道歉 為什麼習慣了表演 到底是誰可憐 是誰說會永遠 I didn't want to know 有什麼時候應該接受 還拒絕你我應該說不 為什麼我脆弱就是不承受 為什麼我沒做好就是把他做非要走 我的錯 誰的錯 別再說 別再說 別再想打電話給我 別再說誰的錯 想做什麼我都沒空 別再說 Meet your soul 我拒絕你所有的電話 別再說想我時候會打電話給我 也有很多不好的習慣 變得不自己去玩 做什麼就用你這口啦 但最後你還走了 我說了好多的對不起 自己變得不像自己 為你們寂寞了 該怎麼應對進退 我都變得像刺激 不是刺傷你 就是刺傷我對不對 脆弱就是不承受 為什麼沒做好就是把他做非要走 我的錯誰的錯 別再說別再說別再說 別再想打電話給我 別再說誰的錯 想做什麼我都沒空 別再說Meet your soul 我拒絕你所有的電話 別再說我們都沒做 別再說別再說 別再想打電話給我 別再想打電話給我 別再說Meet your soul 拒絕你所有的電話 別再說想我時候會打電話給我 別再說 別再說 別再想打電話給我 掌聲加尖叫看好聽了吧 真的 行嗎 聽不出來是手唱 行嗎 真的行嗎 太從容了 真的 好 那你唱完的感覺怎麼樣 怎麼樣 翻到了一件事情 2021你好像就在今天 已經結束了 可以了 足夠了 圓滿了 不行 太短了 才剛開始 有沒有人生解鎖 成就解鎖的感覺 我問你 你第一次公開唱完一首歌 感覺是什麼 真的嗎 真的是這樣子 就很有成就感 好啦 那我們聽完好聽的歌曲 現在來到我們的粉絲福利時間了 大家手上的號碼牌都還在嗎 來確認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會抽出幸運的粉絲 上來跟我們米露一對一的互動 那我們現在麻煩工作人員商道具 那米露 我可以喊號碼是不是 你可以抽出號 我剛好我可以喊是不是 來 第一位幸運的粉絲是 85 米露你知道今天要玩什麼嗎 我其實不太清楚今天要玩什麼 來 我們呢 有沒有看到 我們後方有一個 你好 互動大轉盤 來 沒關係 我們呢 這邊有一個轉盤 米露你覺得你轉 還是粉絲轉 等一下 你怎麼稱呼你 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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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們看到這上面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種互動 你最想要轉到哪一個 你最希望的是 專屬同框簽名拍立的 好 我相信台上很多人喜歡 來 你要轉 還是米露轉 給你決定 你轉 我轉 那我們一起 來 很像那個 來 321轉下去 321 GO 究竟快轉 哪一個呢 差了一點點 我偷偷幫你轉回去 我覺得給Fiona好不好 給Fiona我們偷偷作弊一點 來 來賓決定 可以嗎 OK嗎 好 我們剛好差那麼一點點 米露完成你的心願 那我們呢 恭喜Fiona有我們的 專屬同框簽名拍立的一張 好 別再說要等待了 我們現在來直接點 首先先唱出別再說的那一個人 我就點他上來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嗎 好 就是他了 他會唱別再說別再說 哇 好 來弟弟 你叫什麼名字 萱 萱嗎 萱 萱 哪個萱 好 那麼你最希望可以跟米露做什麼 他也想要專屬同框簽名拍立的 那你們一起轉好不好 來 我們面對鏡頭那邊 我們三個一起轉 來喔 321 會不會抽中 萱想要的呢 哇 哇 可以 可以嗎 你想定我唱首 當然是要唱你的歌啊 對啊 你不錯耶 你要不要當YouTuber 我覺得你很適合耶 你非常適合 來 那我們麻煩米露 第一次對男生唱的 這個舞台讓你 你要對我近一點 你要對我近一點 你要近一點 他要身形 身形的對望 我 該怎麼應對進退 我都變得像刺慧 不是刺傷你 就是刺傷我對不對 哇 這個新唱 耳朵都要懷孕了 好啦 謝謝你 謝謝 來 謝謝你喔 可以握手 當然 你是幸運的那一個 我覺得你可以當YouTuber 你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好的 那米露 我現在呢 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OK 你的生日要到了 喔 對耶 對吧 真的要祝你生日快樂 那要不要來許個願望 1月28 今年的願望 對 去年是每天都要用心生活 但是今年我希望 每天的自己都可以 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點 是 喔 這是今年的願望 對 跟Slogan嗎 對 每年換一個Slogan 每年換Hashtake 好啦 那也希望2021年呢 米露無論是在歌手 或是YouTube上面 都可以發光發樂 那給大家 給我們米露一個 最大的掌聲 加尖叫 謝謝米露 謝謝 謝謝 謝謝米露 謝謝 謝謝你們 走了 拜拜 拜拜 好的 緊接著 我們節目不中斷的 就是要讓大家 熱血沸騰起來 這是個憨冬 我都被你們溫暖了 下一位來賓呢 我保證 他可以讓大家更溫暖 接下來這位創作者 他有個稱號 叫做 翻唱女神 並且呢 已經有人知道了 2016年 他就在他的Facebook 直播自彈自唱 一個鋼琴跟一個主唱 就足以讓人印象深刻 還在2018年呢 開了售票演唱會 讓我們直接 歡迎今天的第二位 大來賓 蔡沛玄 Ariel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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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要先講 我真的 我相信跟台唱的觀眾一樣 我們是不是都聽了 Ariel無數的 Cover歌曲 對不對 其實不只是 就是Cover歌曲的 點閱破譯 我們Ariel還在2020年8月 推出了同名首張創作專輯 Ariel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張專輯嗎 好 這是我等了25年的 第一張個人創作專輯 然後就把它叫成Ariel 然後也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因為其實我是五歲的時候 看了小美人魚這部卡通 然後就決定把自己改名成Ariel 然後就想要整張專輯 所以是以一個Ariel很勇敢追尋夢想 很勇敢的這個精神 出發的概念專輯 了解 那在創作這條路上 我想要問一下這個契機 因為Ariel不只是音樂上的天才 他還是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 要學系的高材生 所以我想要問說 在學這個期間 什麼樣的契機 讓你去開創了自己的 Facebook的音樂直播 或是創作這條路 其實那個時候很單純 只是我朋友們知道 我很喜歡創作音樂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就不如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讓我們聽 然後我就是很單純的覺得 好 那我就把它放在上面 讓大家聽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就可以去投稿 然後那時候我就投稿到 台灣達人秀 然後就越來越多追蹤 越來越多人去追蹤 然後覺得莫名其妙 就開始 就回來了 哇 現場小魚兒在哪裡 小魚兒在哪裡 小魚兒 有啦 帶你的專輯 哇 好的 那我想要問 因為創作最好的路上 其實一定有很多的關卡 有很大的壓力 那Ariel這張專輯裡面 有沒有哪一首歌 你在創作的過程中 是讓你非常印象深刻的 創作這一首 記得捨不得 其實滿印象深刻的 是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 剛好這首歌就是 為了 浪漫書給你寫的片頭曲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想說 要寫一首是 有一點難過 但不要讓大家一聽 就覺得就是那種很悲 是要越聽越心酸的歌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難度 因為它不能太悲 可是它又不能讓你覺得 它是一個很快樂的歌 要越聽越走心這樣子 哇 越聽越走心 大家有沒有 不只是療癒人心 還要讓你走心 是的 這個專輯要我們怎麼 耳朵都懷孕了好不好 那我們其中還有一首歌 我覺得很特別 要值得提出來講 因為以往我們聽到Ariel的歌聲 可能都是比較抒情 療癒人心 但其中一首歌 跟P孩合作的對愛錄作 對 愛錄作 你嘗試了Rap的部分 對 沒錯 那這首歌跟P孩合作的路上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創作經驗 想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大家也知道 就是P孩他就是饒舌 饒舌的嘛 然後他就是屁屁的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跟他聊天 我們就說 如果我們對調一下會怎麼樣 就是換你來唱一些 比較暖的情歌 然後換我來饒舌一下 然後他就說當然OK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們還滿好的私底下是朋友 所以我們就決定這樣子 然後想說可以蹦出一個不一樣的火花 真的有蹦出不一樣的火花 真的是有蹦出 大家每個人都 發生什麼事情了 屁還變暖男了嗎 那想要問Ariel 因為在場很多小魚兒在現場 以往都是用你的歌聲去溫暖了大家 陪伴了大家度過每一個不同的時期 那你有沒有收過小魚兒給你的回饋 讓你就是很印象深刻 然後很暖心的 有啊 其實日常大家真的都很暖心 然後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有一次 我之前在加拿大嘛 就是那時候開始直播 然後我都是要早上五六點起床 為了配合台灣視察 然後那時候真的很冷 然後台灣又還沒出來 但是我每一次起床的動力 就是想到就是 其實都會有歌迷就是 就是視訊我說 謝謝你的音樂 呃 陪我走出我的憂鬱症 或者是陪我走出我低潮的時期 然後讓我找到就是希望啊什麼的 然後有一位小魚好像差一點要 原本要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 然後突然間 就是他就說突然間聽到我的音樂 他覺得又有力量了 我就覺得好 我決定起床繼續直播 這真的是音樂的力量 繼續做音樂 對 那麼今天也真的是十度以下 Ariel妳穿很少耶 我真的很冷 大家要不要先來一點 給Ariel一點力量換你們了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Ariel也要把我們的溫暖 給我們台下的觀眾 好 那我們請Ariel現唱兩首歌喔 好 第一首歌曲叫做 記得什麼的 也就是我剛剛介紹的這一首是 三立的偶像劇浪漫書 給你的片頭曲 然後這首希望真的是大家聽得 越聽越心酸 越聽越走心 然後 然後希望大家就是 雖然今天真的很冷 但希望這首歌可以帶給你一點溫暖 就送給大家 記得捨不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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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流在環保 感情没讯号 最近好吗 Don't worry I'll be fine 别担心我无法入学 别担心我无法适应 紧握世界 爱得太平凡 成不了今天 爱逞强 和太固执着配 我微笑用一笑 坚持笑着和你说再见 忘记的舍不得 你要的幸福我会成全 忍不住眼泪就会后悔 失去爱的你 不可能不幸随便 转过身微笑着流泪 好听吗 别担心我无法入学 别担心我无法适应寂寞 我无法适应 下雨 我无法适应 让回忆 会有幸福那天 我微笑又微笑 坚持笑着和你说再见 我记得舍不得你要的幸福 我会正确 忍不住眼泪就会后悔 失去爱的你 不可能不幸悔 转过身微笑着流泪 让结束和开始一样 让爱结不掉思念 永远不白背 让你沉两面 是尘难你消灭的纪念 这点上都点了完美 无缺 我笑又微笑 只是笑着和你说再见 我记得舍不得你要的幸福 我会正确 忍不住眼泪就会后悔 失去爱的你 不可能不幸悔 忘记了总记得你说我笑的样子最美 希望我这个我也让你很想再见一面 最后的心愿 永不豪海 忍不得心碎 就不害怕心碎 我确定 微笑着更远 你很想再见一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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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一首就是《记得舍不得》 那么接下来最后最后这一首歌曲 其实是最近大概上一个月 不对 11月底的时候刚上架的一首歌曲 然后选择唱这一首歌是因为大家 很多人都是从网路上面 我开始翻唱直播知道我的 所以想要用这一首《小幸运》来带给大家一些温暖 希望在2021大家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 然后呢也别忘记 大家要来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Ariel 那么这一首《小幸运》就送给大家 原来你是我最想要求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到那么近 那为我抵抗世界的决定 那被我冷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 一尘不忍的真心 与你相遇好幸运 可我一时却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 但原在我看不到的天际 你张开了双翼 遇见你的主题 她会有多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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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雨跌落在轻轻桑里 我听见远方这刻钟声响起 我听见远方这刻钟声响起 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认真呼唤我姓名 爱是你的时候还不懂天气 离别落在轻轻桑里 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的你 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认真呼唤我姓名 也许她是光着离笑的哭泣 玩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力锁得不忘记 是谁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原来你是我最想飘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到那么近 那为我抵抗世界的具体 那批我淋的雨 一幕某都是你 一尘木人的真心 与你相遇 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为你泪 好满面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气 你张开了瞬意 遇见你的注定 但会有多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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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都听到忘了我在主持了 好厉害 有没有现场大家有没有温暖了起来 温暖到你们 有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又来到我们的粉丝福利时间 其实呢我心目中像有两个人选 我刚刚其实都有偷偷在观察 是的 首先第一位 我想要直接点名 好 刚刚高高举着Ariel的专辑那一位 哈啰 你好 你好 麻烦帮我上台 你好 你好 就当网站给你 嗨 有没有什么话趁这个机会 可以跟Ariel讲 再一次心意去那个成品音乐会我去 你也有来看 哇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很感动 那上次好像 大概是九月 九月多的时候 哇 忠实 忠实的歌迷 好的 那很幸运的 我刚刚就有看见你 来 现在 哇 我们的互动大转盘 Oh no 好 你最希望可以跟Ariel 担称哪一项互动呢 真的 是那个千年化 一样是专属同框签名拍 lady 好 1 2 3 go 看看会不会转到你又 哇 好啦 可以 你可以看到AERO不同的样貌 她要对 你做出三种不同 杀娇可爱的pose 你知道有的很 arising 很难吗 可以吗 妳很幸运 因为我平常不太的是沙交 哇 我本來撒嬌都會覺得 這個 自己起雞皮疙瘩 好 那我這個先交給你 還有問題 你要不要來一點反應 好可愛 對啊 哇 來來來來 謝謝你 謝謝 好的 好的 我剛剛我心目中其實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好 對 因為我在台下的時候 我就看到她很厲害 她的 她雖然戴著口罩 因為她一直很遵守著 我們今天活動的防疫 是的 但是她的嘴巴都有在跟著你唱 記得捨不得 真的 就是 你 沒錯 我剛剛觀察到你了 來 麻煩你幫我上台一下 哈囉 要不要跟Ariel自我介紹一下 嗨 芸芸 嗨 認識的 我認識 忠實 來 幫我們站中間 確定你剛剛不在吃東西 你是在跟著唱歌 在跟著唱歌 好 你可以拿麥克風講話 好的 那我們後面 這個互動大轉盤一樣 對 你來先許個願 你最想要做哪一項 最想要做哪一項 我覺得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還要 很會講 真的是很會講話 來來來 一 二 三 究竟 來到哪一個呢 這個是真的是專屬了 錄製一段專屬的Morning Call Morning Call 哇 你要不要想一下你要講什麼 就起床了 這個起來有點心情不好 瞬間起床 對 很有效耶 來 來來來來 親愛的芸芸 該起床囉 Good morning 太陽公公正在呼喚你 好啦 起床啦 好 可以嗎 來來來來 手機 謝謝你 謝謝 我盡力了大家 我盡力了 來來來 這個麻煩你 今天題目真的都很難耶 比我想像中的難 很難嗎 對 好 那麼呢 非常謝謝Ariel今天來到我愛偶像 那有沒有想要對我們台下的小約們 說些什麼呢 就是非常開心 今天真的 大家出來都是真愛 因為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 所以謝謝你們出來支持我 然後記得保暖注意身體 然後 希望下次還可以再見到大家 沒錯 然後記得繼續支持我的 首張創作專輯Ariel 然後大家今天呢 最後把你們最熱烈的掌聲跟尖叫 謝謝我們的Ariel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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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哇 好迅速 就來到我們節目的最後一位大來賓 很多人都知道呢 那麼 我馬上來歡迎TikTok的這位大來賓 古耀威 小谷 哈囉 哈囉 小谷 哈囉 大家好 今天盛裝打扮耶 對 因為太久沒有跟古堡們見面 所以 所以他那個打扮久一點 古堡們在哪裡 對 好 那麼 身為在TikTok界的TikTok創作者 對 其實我有一個疑問 在拍攝TikTok的過程中 你最在意的點是什麼 我最在意嗎 因為我覺得如果TikTok要拍得好 就是把那個 濾鏡跟美顏開最大就對了 沒有啦 是這樣子教他們的嗎 沒有 沒有 其實主要就是要跟音樂要有配合 對 我覺得這最重要 好 了解 那麼其實大家都知道 古古你最新的這首歌 來 要不要講一下 我最新的單曲就是我們都心軟 那這首歌呢 對我來說算是 算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之前的 曲風都是屬於比較輕快 然後活潑的歌曲 那這次就挑戰 比較抒情虐心的歌曲 然後在錄音的過程 因為其實我本人 情緒起伏沒有那麼大 所以當初在錄音的時候 其實剛錄完會沒什麼感情 就有一點像在念經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就是也多看了很多一些 就是比較難過的戲劇之類的 來看我能不能更容易的 帶入自己的感情 在這首歌裡面這樣 了解 那其實這一支呢 就是MV 它是微電影的形式 它總共長度有20分鐘耶 對 這次就不只是MV 還特別拍攝了兩天 因為是第一次以Bill的題材嘛 所以其實 一開始是滿緊張的 好 那在拍攝MV這段過程中 你最期待跟你最喜歡的畫面 就是你覺得大家看了 會最有感覺的那一個畫面是什麼 最有感覺的畫面嗎 我覺得 我覺得有可能是我的 就是 跟男生的螢幕出紋 應該是讓大家最嚇到的一個畫面 嗯 那麼想要問說 因為這一次呢 我們都希望你這首歌 跳脫了以往你的曲風啊 或是說螢幕形象 就比較可愛的那個形象 變成暖男了 那麼想要問說 你以後想不想要嘗試 或是你最想要嘗試的角色是什麼 哦 如果有機會演戲的話 我滿想要演 就是有超能力的角色 超能力 那這時候就想要知道 小谷你想要什麼樣的超能力 我想要瞬間移動 或者是變透明人也可以 隱形 隱形的功能也可以 了解 好的 那麼現在 谷谷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 我們現在要麻煩你 為我們大家帶來兩首動聽的歌曲囉 音樂 這次詳細的歌曲 也會給大家看 那幾十年沒問題 一整個人的歌曲 其實他們都在一起 那幾個音樂 那幾個音樂 有些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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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不一定就適合 此刻我抱住的 情意不再懂了 為何還爭著誰非誰不可 每個人的故事都有變革 沒有藉口再繼續胡鬧著 你是中美選擇但倔強的心 將吃著委屈的祈求幸福的可能 我們都信任拒絕做愛情 你的混蛋 被動的習慣 為重者堅強 我們都信任 為愛總是太逞強 別欣賞 總不愛也不放 每個人的故事都有變革 沒有藉口再繼續胡鬧著 沒有藉口再繼續胡鬧著 我們都信任 我們都信任 拒絕做愛情裡的混蛋 被動的習慣 為重者堅強 我們都信任 我們都信任 為愛總是太逞強 別欣賢 別欣賢 總不愛也不放 別欣賢 總不愛也不放 我們都信任 為愛總是太逞強 為愛總是太逞強 別欣賢 總不愛也不放 別欣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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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 下一首歌 對 大家對了 My love is true 旅行 今天我有帶來小小的禮物 有人要嗎 有些話想告訴你 我有點喜歡你 對你付出我的真心 只要你願意 請你忘記所有過去 未來其實是美好回憶 就算在遙遠的距離 我也不會放棄 記得第一次見到你 那年少輕狂的自己 我願意為你改變自己 我願意為你改變自己 請全力 呵護你 想每天和你一起去旅行 一起看星星 多麼開心 這世界 這世界 有了你 人生才有了意義 人生才有了意義 每天輕輕碰你在手 形容你在懷裡 多麼幸運 全世界 都是你 向前著你的手 都永遠在一起 永遠在一起 有些話想告訴你 有些話想告訴你 我有點喜歡你 我有點喜歡你 對你付出我的真心 只要你願意 請你忘記所有過去 未來只是美好回憶 就算在遙遠的距離 我也不會放棄 記得第一次見到你 那年少輕狂的自己 我也以為你改變自己 請全力 呵護你 想每天和你一起去旅行 一起看星星 多麼開心 這世界 有了你 人生才有了意義 每天輕輕碰你在手 心有你在懷裡 多麼幸運 多麼幸運 全世界 全世界 都是你 想牽著你的手 永遠在一起 想每天和你一起去旅行 一起看星星 多麼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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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世界 有了你 人生才有了意義 每天輕輕碰你在手 心有你在懷裡 多麼幸運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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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 就是我們的粉絲福利時間啦 那有請我們的籤筒出場 小谷 幾張 先抽一張 好 先抽一張 81號 你好 幸運的粉絲 這邊麥克風送給你 不是 遞給你 不是送給你 請教一下你的名字 我叫抹茶 抹茶 好的 抹茶 你最希望可以再跟我們這個互動大轉盤 指道哪一項跟姑姑互動呢 拍立得 你們其他都不要嗎 其實有些蠻好的 像我就很想要深情的唱一段 剛剛米露唱得多好 好 傳聲筒很浪漫耶 好啦 我不要改你的決定 你們要一起轉 還是你自己轉 一起轉 一起轉嗎 好 沒問題 1 2 3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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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哎唷 喔 哇 剛剛還聽不夠 現在又有一個對著粉絲深情唱一段歌曲 哇 其實我沒有想到這個 真的嗎 可以了吧 那我唱 我唱 好 我也唱我的歌好了 好 以幸福的吻 吻住你的唇 我們那麼天真 我們那麼認真 是因為你才會有的幸運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好 那麼滿意嗎 很滿意 很滿意啊 好的 那謝謝你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 那麼我們再請小谷幫我們抽一張籤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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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目光看我 看小谷 聚光燈底下 感覺滿前面的啊 來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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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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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上台喔 小心小心喔 你的麥克風 來 請叫你的名字 叫我Ken Ken Ken 你好 Ken 你好 那麼 你想要在我們互動大轉盤 跟我們小谷做什麼樣的互動呢 我想要一張粉絲的畫像 粉絲的畫像 你應該滿好畫的 很有特色 來啦 但還是要依照我們轉到的那一項去實現 那麻煩一起轉嗎 還是 一起 好 一起 希望可以轉到 好 一 二 三 哇 做出三種不同沙嬌可愛的姿勢 來 三種沙嬌的動作 可以嗎 三種沙嬌的動作 沙嬌 好 試試看 試試看嗎 試試看 好 加油 好的 謝謝姑姑 也謝謝 Ken 謝謝你 謝謝 K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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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偶像 我是今天的活動主持人薇薇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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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